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刚刚才都说他晨操经常都要戴着这个头罩 但戴着头罩或者耳套 你都觉得他的情绪是差点的 他常常都有点性急 好 接着就是一对好友 外面好友利 外面是那只好友宝 好友利已经跑了一场 我觉得他也是五班 怎样都有些优势 就是狗档要省省省省省 接着轮到飞力大帝的拍照 外面那只卖便是退役马 上次初出都盯着这只马的表现 但他出到来走圈 可能有一段时间没跑 那天的走圈就心急了些 好 云彩飞扬 我不是看见他好像很厉害 上一次我特别说 这只马很喜欢刮到前面 今天转了一些工具 跑他没转 神速里面以前都用过的 但是OK 好 看看这对马 前边就前锋 后面就是迷雨来的 那只迷雨和前锋的脚发 就完全不同的了 大家可以留意出步就比较得到 状态局不差的 8月30至31 那里也是两天 好 接着是线路辉华 跑完即刻跑去考眼罩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常常都好像小小的 这个是线路辉华 这只也是很小的赤子红芯 我两次出这只马 今年我也有选择他 两次表现就上次好些 新样都很漂亮 小小的马很壮 欢乐扬扬 他很多时候 如果大家真的看 很多时候拍照会让他走入面 走入面 他又是受不了 接着避孤又试过 这个又试过 不知道他是否不喜欢有马在外面 再来就无敌精英 也是贵内的第三次跑 上次跑得挺好 一纜上来中距离有前有后 这些马 打算他的走规都不太行 应付菊草 结果他搞得好事 不过上次冲 熟了耳朵 都是搞搞震 好 菲力大帝中间 外面是那只金碧科 金碧科就没什么问题 不过你说计其他年纪 各样东西 好 再来就缘分 落货草地 上次在泥地的表现都挺弱的 这只缘分 一不够快 全程在后面 落货草地 他就可以的势再强些 高到这样 跑一场泥地 1650先 是不行的 潘顿和你再跑 我觉得这只金铺就跟他了 回到第四场 五班的1650米 这组刚才都略略提过 没有什么特别重心的场合在 所以继续都选择焦点的码 就是7号赤子鸿芯 难得这只长途码 今年的状态 来得这么快 这么早 希望趁他这个贵速的涌浪 可以尽快交代得到 或者甚至再跑得接近的码 再选择他的 其次的码 你可以留意四号云彩飞扬 这些码可能的表现 跟上次会有大幅不同 都不一定 你要记得他上次赛前跳 那只码是太过抢口 所以一抢口跑千八 就很难 但是他的表现都不差 这只云彩飞扬 所以我觉得他跑了一次之后 那只码没那么行 没那么急 应该跑回一里 可能流放会做得好些 表现会有所不同 除此之外 就欢乐洋洋 都是这些 揽着他内荡 但是你看他用这些配备 你都知道他是难操控的 他是一些可争不稳的马来的 就不要找他做胆了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一些 比较体型小一点 总体重 1020云彩飞扬 赤子红芯1008 欢乐洋洋1002 但是各有不同的 云彩飞扬是矮身 但是很好肉的 赤子红芯是整个骨架 他连上这个虽然他那么细绑 但是他一点都不瘦 是欢乐洋洋 我觉得颈子是比较薄一点 还有我一看到这个配备 单边开盆眼罩 我都不知道有没有马用过 应该是极少 那些马可能会是 盖住真的会差一点 所以有时候有这些 这么难表现好 但是你经常有时看到 他又不是说没有走势 只是他要跑得很对 运载飞扬 我讲过 如果你有空 你自己在上网看他之前跳是怎样 另外12号你一定要跟 巴基勇士 上一次这样跑泥地 只好行的一拍跳 这次跑完一场 你看看最后 松了你已经 回了一水 整个四档 这一局怎么都要跟 这12号